魏无羡副手下接 期间 他的身量可见的抽长 玄色丝衣也随身量变化 自跑底节节攀上红莲的纹样 他的五官吞下少年的圆润 逐曲英朗 带到站在众人面前时 已经彻彻底底变了一个人 魏 魏无羡 难得 难得 魏无羡道 时至今日 还有人记得魏某人的模样 你不是 不是死了吗 我化名无妄 只是不愿再提救时 并非胆小怕事 魏无羡冷道 你们非要执意相逼 我索性就让你们死心 过去的魏无羡 你们除不掉 现在的魏无羡 你们更是惹不起 想当英雄的 大可与我一战 至于剩下的 魏无羡邪腻道 奉劝你们 若是不想死 都躲远点 一时间 静若寒蝉 怎么 方才不还喊打喊杀吗 这会儿 怎么都像锯了嘴的胡 魏无羡低下头 一道剑芒 自他前腹传除 魏无羡转过头 直见人是金灵 红着眼眶 是我欠你 不必自责 魏无羡笑了笑 反手轻轻推开金灵 碎华被抽了出来 剑锋上滴血不沾 他毫发未伤 长身欲立 方才的小插曲 似乎从未出现过 但他的影子 开始窃窃私语 在地面上匍匐躁动 画出一个个 要挟的轮廓 某修士道 你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影魔们怪笑道 看吧 他们表面上顺服于你 背地里只想着杀你 放我们出来吧 我们已经很久没吃人了 魏无羡壮若思考 影魔们欢呼着 等待着被释放的那一刻 诸位 我宗门还有要事 就此别过 我母重病 不可耽搁 告辞 我也是 我也是 片刻 这群耀武扬威的正道人士 纷纷化作丧家之犬 落荒而逃 魏无羡不紧不慢地叮嘱道 别急着走 替我为某人传个话 乱葬岗上 但凡拿了我东西的 献你们三日内送归 不然 我可就要上门讨要了 羽霸 他回过头 看向现场仅存的金光瑶 金宗主 你怎么还在 金光瑶笑道 这是我家 我总能走哪儿去 也对 魏公子留下用个便饭 如何 金宗主好意 魏某心领了 魏无羡不客气地拍了拍金光瑶的剑 把金光瑶嗓了个猎 他道 只是下次请我吃饭 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金光瑶道 魏公子说笑了 魏无羡难得耍了一回微风 心情甚佳 吹着小口哨 在兰陵街市上闲逛 路上偶遇的几批修士 见他如见温神 无不绕路而行 几个不认识他的姑娘 自他身旁过 偷笑着抛了几只花给他 魏无羡闻了闻 夸赞道 姐姐种得花美 人更美 他和你说话了 快去啊 姑娘们嬉笑着推嗓 方才那抛花的姑娘 面颊飞红 以袖掩面道 不抵小郎君俊俏 我 我唤徐莺莺 你 你叫什么 魏无羡向来礼带姑娘 回道 我 我叫魏无羡 小郎君真能说笑 姑娘们说 那宜邻老祖 若是有你一半俊俏 也不至于拿来辟邪了 魏无羡尴尬地挠了挠鼻子 与姑娘们分别后 魏无羡又零零碎碎 添购了些精巧的小物实 都说是送心上人再好不过的 公子 公子 来瞧瞧吧 好东西 一小郎中拦下他 抖开自己的挂子 里面都是些房中之物 包您用了还想用 魏无羡有些心动 他以拳底唇 干咳了一声 胸台借一步说话 那小郎中忙不迭地裹上挂子 跟着他进了巷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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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女儿家喜欢的 公子可以试试 不要这种 有没有 小郎中眨眨眼 瞬间会议 道 有的有的 这个 这个 天竹来的 可保金枪不到 魏无羡自问 仙门百家中 厚颜无耻之辈 他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可眼下也骚得不行 他低声说 也不是 要 要那种 男子和男子 哦 小郎中一拍脑门 我明白了 那您买这个 这个和这个 保您的小香好 能从里到外 滋润地透透 天天想着您 惦记着您的好 魏无羡收好货物 那小郎中 叮嘱道 我看您应是 修仙之人 不知您那小香好 是不是 但我可有言在先 若是用灵力 抵御要力 那自然是无用的 到时可别找我退 魏无羡应下 心道 不就是个 起活化之用的软膏 怎地这般麻烦 蓝忘机看着 岸上整齐的 一排姿势 各异的小瓷兔 抬头看向魏无羡 这是何意 魏无羡眼神发飘 低头抠着席子 道 我 我顺便买的 送你 蓝忘机不知 魏无羡此举 究竟是何意为 他顿了顿 道 多谢 我很喜欢 看来是真的喜欢兔子啊 魏无羡道 蓝湛 你闭眼 何故 哎呀 闭眼 我不会害你的 蓝忘机一眼合上双目 正经微作 端方挺拔 魏无羡身手笔划了几下 感慨君子就是君子 要他闭眼就闭眼 静也不偷看 他找来纸笔 寥寥几笔画出了模样 又以指尖划开 才剪出形状 插在自己头上 可以睁眼了 蓝忘机睁开眼 只见魏无羡 凑得很近 拖着下巴 笑阴阴地看着他 头上插了两片纸 看上去就像 兔儿 你这是何意 你不是喜欢兔子吗 魏无羡俏皮的眨眨眼 凑得更近了 压低声音 寻寻善诱 我这只兔子 你喜欢吗 蓝忘机 红了耳垂 蓝二公子 你别躲着我呀 魏无羡捏着锤耳 随着蓝忘机的视线挪动 切而不舍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蓝二哥哥 胡闹 魏无羡跪坐下来 按住闪躲的蓝忘机 双臂放在他的膝上 神色是含有的认真 道 蓝湛 你很好 我很喜欢你 他有一双美目 笑意盈盈 顾盼生辉 带着少年人的无邪 令人沉沦 蓝忘机一贯波澜不惊的面容上 难得出现了几丝茫然和懵懂 这一辈子 我只想和你一起叶烈 想和你同赏日月星河 山川湖海 魏无羡说了许许多多 从藏书阁抄家规开始 说到年华老去 等我们老了 寻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隐居 你耕你知 做一对神仙眷 蓝忘机忽然柔柔地笑了 笑意直达眼底 魏无羡一时呆住 要死了 原来蓝湛笑起来竟如此好看 蓝忘机将他拦起 以掌心拖住他的后颈 亲吻他 小心翼翼地 带着深犬的爱意 魏无羡和上眼 笨拙地回应着 双手攀上蓝忘机的脖梗 吻着 吻着 蓝忘机搁在他背上的手 逐渐下滑 滑过细刃腰身 落到了臀上 揉捏着 魏无羡顿了顿 搂紧了蓝忘机的脖梗 纵容着 蓝忘机用布巾为他擦干水渍 其实完全可以用咒法清理 但蓝忘机带他向来势必攻亲 这令他非常自得 二人躺在床上 准备安眠 昨夜 你去了金陵台 我听闻金陵有难 便赶了过去 未来的急 同你告别 结果中了计 遇上点小麻烦 不过都解决了 下次 等我 好 魏无羡提醒道 这是 我开始是听你院里的门声说的 蓝忘机道 何人 魏无羡摇摇头 当时心急 未曾留意 蓝家向来中正平和 不参与门派斗争 更是早有背后 不与人是非的家训 怎会敢在韩光君的院内议论 还恰好能让他听见 线下回忆 怕是早有谋划 只是 这一共混进来了几根钉子 扎在何处 扎了多久 就需要费些心力 一一拔除了 害时道 睡吧 魏无羡和上眼 魏急 猛地睁开眼 昨天买的要忘用了 哎呀 失策失策 不过似乎 不用也行